我从小到大一直就是很跳脱的 反正别人也觉得头很大 家里人都说不理解你怎么想的 然后他们就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给我介绍什么 我这个你们随便你们想介绍 不介绍也无所谓 他们好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相亲很尴尬 我就没有我是去见客户的 我带着一颗赤诚的心 家朋友圈嘛给他推我的手势嘛 就要像对客户一样尊敬 然后说不定他就变你客户了 姓名比较难听 姓名的话叫陈言语 这三个字在我们本地口音里不好念 方艳 陈言语 就不好听 然后就我妈最后到现在 她也不叫我这个名字 就现在所以外边也叫我老六 都叫我老六 我妈也叫我老六 我职业说帅气点叫个人叫什么 自由职业 然后说本来就是一个自己加工经营器的 小工 对手势为主 各种都做 就比如说绕线的话就很简单 它就是用线和线之间的这个结构 像编织一样搭出一种结构 来把它堆积成一个手势 它就能够结合很多元素 就怎么说 很灵活 然后像金弓断打这些的话 完全靠锤子 一锤子一锤子一锤子 打什么镯子啊 都有各自的器皿 用器皿来搞 打锤子的方法也有很多 然后像刁腊这些的话 说白就慢慢啃 做的时候你知道刚一个新人起步 又是个小菜两 然后就不停地做东西的话就很懵逼 做两块钱的那个车 跑到那个叫幻仔巷出去摆摊 但是觉得还蛮开心 就那次出去卖了很多东西出去 哎 心想我做这么丑就让有人买 对那个时候刚开始做 做了很丑 也没有经验 还觉得自己不得了那种 哈哈哈哈 就很简单 就是我玩力了 进宫里面坑哪 为什么要给自己挖这个坑 当时什么小梦葱 是饭不好吃还是天气不好 就反正都玩 就不然的话 你要是单一的只会一样的话 很无聊对吧 就只会一个神 就到了最后老了之后 就只干一个东西 然后说老匠人 哎呦匠心 多搞笑 我现在持续学习 我希望这东西 反正自己在做的 我就能做到自己做得更好 但是也不希望 它能给我任何束缚 就你随时可以迎接新开始 就你要说一个 形容器出来一个点嘛 好玩 别人接不接受不知道 或者都不接受 你也无所谓 但你自己接受 想要那么多干嘛 你想做这个就完了呗 去走就行了 上路 在路上 不要管去了 也不要管自己走多远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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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